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有丰富经验且具有夺冠实力的黄珊珊发生重大失误后 所有人都认为中国队与金牌无援 顶着巨大的压力出出茅庐的何文娜站上赛场 小小的个子加上俏皮的外貌 在优雅曼妙的身材下无疑成为当晚最引人瞩目的小公主 让不少粉丝至今都觉得印象深刻 我们都知道2000年的时候 蹦床才正式成为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又分为网上和单挑 像风火轮上与贾芳芳的强项就是单挑 蹦床足有空中芭蕾的美丽 在比赛过程中的选手们必须按照规定穿白腕的比赛 否则将会被取消资格 2008年19岁的何文娜第一次登上运动员项目的最高殿堂 并且一举博冠 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她的完美表现吧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何文娜变换十多种动力 而且弹调高度让人望而生畏 她表现的却从容淡定 其实不过是熟能生巧嘛 就像我干了20年电弓 有没有电我一摸就知道 蹦床比赛中要求的就是高飘 保持住节奏的同时连接和变换都能让自己没有停顿和中间跳 在短暂的几十秒时间就用实力征服了裁判和现场观众 以近乎完美的表现拿到不错成绩 37.80分超越当时夺冠热闻的俄罗斯的巡场 成为为国家队拿到手没女子凤床的金牌 在领奖的时候何文娜都觉得 这就好像是在做梦一场 那天晚上一席中国红赛服的何文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开广阔的未来 在媒体不断的报告中一下就成了流量红人 甚至说她是季刘璇之后的最美奥运冠军 大家觉得她和刘璇谁更单得起这个称号 但身而为人难以为清索分 在2011年的时候何文娜的表现大不如前 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很不该发生的失误 但这一切都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发生了改变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有知道的朋友吗 前传三周再转一百八 后传两周转体七百二万转 何文娜逆天一跳征服世界 斩获国内第一蹦床金牌 为何里运奥运会却成了她永远的痛 说起蹦床可能大家都并不了解 可能是在何文娜一跳成名后慢慢被大家认识 当时风光无限的 她为何再后来成为很多人的一难题呢 在2012年的奥运会中 因为一次疏忽导致警达到第三名名词 本打算这届奥运会后就不利的她 达到这样的成绩并不甘心 事业遭遇低谷感情也不顺利 她在心里暗暗发誓要在下一届的奥运会中证明自己 于是回国后没有被之前失利影响 全身心地投入到备战的备战当中 没想到意外出现了 训练时脚步受伤必须要做手术 这一耽搁就是整一年时间 时隔一年再回到训练场明显感受到力不从心 所有人都劝她放弃的时候 止步于此的时候 何文娜推掉整年的外界合作 预计百万元左右的价值 之后便硬撑着进行细腹化的训练 可是十几年的运动生涯 让她的膝盖和腰部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 所以在领域奥运会上仅以几层支插和奖牌擦肩而过 这届奥运会的结果也成为无法连出的遗憾 已经接近退役的年龄 也明白自己没有太多的精力与时间 所以在奥运会不久后便宣布了退役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只有几分的差距始终都觉得不甘 最重要的是 拒得没有为国家争夺到荣誉 无言面对江东富豪 我当时觉得很可惜 我觉得哪怕你给我一个第三年 我都非常的高兴 或者你给我一个第八 干脆就是你讲的还很远 你给我一个第四 就相当于梦想就在我旁边 我却站不上去 21年的职业生涯落下来 何文娜从6岁进入体校练习体操 10岁转站蹦床里 19岁人生到达巅峰 这是多少人不敢想的事情 他有一身的荣誉 别人看不到的伤子 但对他而言退役已经是最好的选择 退役后也没有完全离开体育界 有时候他会看到幕后他的身影 并且他经常会利用自己的知名度 帮助大家补及凤床有关知识 让更多人认识到凤床 现在何文娜也嫁入豪门 有了孩子 应该是他所追求的生命 不管怎么说 他为国争光的历史能力是不会被忘记 希望他能有一个好的规则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区人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